台湾政坛 随着本月23号台湾地区正副领导人参选登记日逼近 三党参选人的副手却迟迟未定 对此朱立伦在3号表示 2016副手人选欢迎大家推荐 只要社会大众能认同者就是最好的人选 民进党参选人蔡英文则透露副手人选会在登记前宣布 不止副手人选竞选总部也是选战的关键 眼下2016三位参选人中只有蔡英文率先风光成立了全台竞选总部 宋楚瑜把高雄总部设在货柜屋里说是拼节能 但台北的全台总部还在赶工 至于朱立伦的竞选总部则是从零开始 原来朱立伦选定了国民党中央党部旁的停车场 要在上面搭建组合屋当竞选总部 朱立伦动算 朱立伦动算喊到东台湾 下乡行程全台湾绕了一圈 不过他的竞选总部怎么没个影 朱立伦就是要和过去不一样 他的竞选总部选在党中央旁边的停车场 要在这里盖组合屋 竞选总部从零开始 朱团队透露既可以突破建筑物空间限制 还有腹地方便办活动运用更灵活 蔡英文 罐头专动支持着几报为蔡英文撞绅士 10月18号 蔡英文为在台北北平东路大楼上的竞选总部率先成立 一楼又响应商号绿色小猪吸人器 全半面积120平月租21万 不过财力有限的亲民党就比较可难 宋楚瑜选择把竞选总部设在新生南路上 就是为这里交通方便 而且距离捷运站超近 符合节能减碳 工人灰害盲施工 宋楚瑜竞选总部的室内装潢 要赶在12号前完工验收 一楼加上地下室200平 月租都靠支持着友情赞助 一切都以简单为主 而宋楚瑜在高雄的竞选总部 设在货柜屋里要拼节能 三岛候选人竞选总部 台湾2016选战青年票将是关键 在选战倒数时刻 三党青年军全部动起来 但策略各有不同 来看报道 欢迎回到海峡五报 随着选战持续升温 据台湾媒体报道 国民党主席朱立伦 一再呼吁蔡英文透过辩论 向选民清楚说明政策理念 但面对国民党的连番矫正 民进党依旧搬出 先登记再辩论的老论调 予以搪塞 据台湾媒体报道 国民党文传会主委林一华表示 国民党已同意接受 多家报纸和电视媒体的邀请 将参与2016台湾地区领导人 选举的电视辩论 因此也呼吁民进党2016参选人蔡英文 别再用模糊响应闪躲 同意辩论才能阐明方针与政策 让选民了解与做出明智选择 先前蔡英文在出席活动接受采访时表示 虽然选举是竞争 但是她非常欢迎和对手一起就政策和方向进行辩论 但是前提就是要先拿出政策 而不是一味的进行无意义的口水和批评 那么对此中国国民党文传会主委林一华就表示说 这是蔡英文刻意躲避的借口 辩论其实是必要的 但是在进行辩论之后 我们也希望就是说国民党的候选人 就像我们一样在过去几个月都陆陆续续提出我们对很多问题跟很多政策领域的看法 对于国民党的连番矫正 民进党发言人王敏生称 参与电视辩论当然没问题 因为辩论本来就是选战中必要的 民进党也希望透过辩论让民众更了解民进党的政策 但按照惯例 参与辩论要在政治登记之后才进行 相关的话题 我们来听听台北院博士昨天晚间带来的深度分析 2016选战倒数75天 我记得在半个月前采访国民党党代会的时候 那天朱立伦被征召 他当场就喊出来要和蔡英文来进行辩论 那现在我们先说国民党这边 他为什么一再的急于要主动邀约蔡英文进行辩论 教授 一个政治上的候选人要懂得扬长长拙 那就朱立伦来说 朱立伦的优势在哪里呢 我把它归纳成三个 朱立伦第一个优势 他年轻 口才便吉 专业够 所以就辩论来说 是可以发挥朱立伦的优势 那第二个呢 朱立伦的行政资历是比较丰富的 那第三个呢 基本上蔡英文到目前为止 也没有提出任何具体的政策 都是口号跟美丽的迟早所堆砌出来的 而蔡英文旁边的团队 说选举是一流的 可是谈到做政策上面的规划跟设计 它就远不如国民党这边的团队了 而且辩论基本上它是主要是吸引中间选民对政策关心的中间选民 而这个辩论如果越早进行中间选民的范围越大 因为中间选民的范围会随着投票率的逼近 它会逐渐被蓝绿所压缩 到最后中间选民会越来越少 所以辩论是已早不宜辞 越早辩论对国民党越有利的 是 那国民党这边是希望越早越好 但是民进党这边呢 还是在说我要先登记再辩论 还是在进行一个拖延战术 那其实我们看到登记也就20天了 那民进党为什么还要再拖这20天呢 选举在辩论的时候跟你当时整个选举的氛围是有关系的 民进党现在是明显的处于优势 而到了选举的后期 民进党的优势可能会越来越强 如果说在一个民进党的整个的社会氛围的优势 非常强的情况之下 蔡英文在整个辩论的场域里面 他即使就辩论这一点来说 他若居下风 这样的影响仍然是有限的 那现在来看呢 就是蔡英文这边拖得越久呢 其实大家的胃口也就越高了 那相信如果蔡英文答应的话 他也一定是有备而来 那所以我们先来预测一下 这次朱理论和蔡英文的辩论 您觉得哪些议题会是一定谈到的 两岸是一定谈的 经贸整合的问题呢是一定谈的 当然有一些属于台湾内部的问题 比如说呢贫富差距的问题啦 青年就业的问题啦 甚至于包括了就是说像是议会改革的问题啦 这些呢都会是大家关注的重点 好的 谢谢两位